八个台轿的把石狮子送回南清宫去了 一个个在心里边对这位新上任的御史大人都服了 可别以为他这山沟里来的瞧不起他啊 以后说话可得小心点 这位大人有的是招啊 治咱们一下子就够呛 第二天 靠准在御史府继续升堂 选杨柳郎潘仁美上堂听审 今天堂下边八千岁没来听堂 因为什么呢 靠准昨天的行为八千岁对他就很相信了 认为这个官不会贪赃枉法 八千岁没来听堂啊 娘娘可派人来听堂 人群里边有两个小太监 化妆成差异的样子 站在那听扣准问爱 娘娘为什么派人来听堂了呢 昨天不是给扣准送礼来了吗 今儿个派人到这来听听堂 看看这礼的作用大小 听听扣准对他认为有没有点偏向 完了回去好禀报娘娘 娘娘根据这个在想下一步的做法 娘娘对他爹这可真是尽心皆厉呀 俩小太监在人群里边瞅着 就看杨六郎走上大堂给御师大人见了礼 坐在了旁边 紧跟着潘仁美上来了 潘仁美今天精神头特别足 怎么 昨天有人给他送信了 告诉他 今天这官司应该怎么打 要一堂打赢 同时又告诉他娘娘的礼已经过去了 珍珠马脑毛眼睛叶明珠 还有一尺多长的大金马鞠子 潘仁美心想扣准呢 就你这小小的七品先令 哪见过这个东西呀 这都是皇宫的国宝啊 这个东西只要你收下 那我这官司就好打了 有道是吃了人家的嘴短 花了人家的手短 要了他姑娘的东西 就得向着他爹说话 所以潘仁美大摇大摆 来到了大唐之上 潘仁美上次过唐的时候 准备的是老杨姐的事 让扣准给问了个凑手不及 问起胡言赞的事的 这回呢 潘仁美把胡言赞的事想好了 今天又来了 心想你只要问这个事 我完全可以对答你 到大唐之后 潘仁美心想看了看扣准 他呀 也想从这玉顺老爷的面部表情上 来看一看他女儿这钱的作用 一看扣准呢 面尘似水 端然稳坐 潘仁美心想 哎呀 看这模样跟昨天一样啊 一点客气的样都没有 又一转念 客气不客气不在表皮上 这个官啊 可能比较深沉 远近心里分 对 潘仁美来到大唐上 保安攻守 给御师大人敬礼 潘仁美啊 昨天我让你想胡言赞的事情 你想起来了没有 回御师大人 我想起来了 哦 你想起来了 那你想起来了 今天我就不问你了 潘仁美心想 嘿 有门 这事先不问了 其实啊 这是扣准 故意的不问这事 潘仁美 我问你 两龙山之败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但 早成两龙山之败 那都贵阳极 他们无军令 谭公兴器 孤军深入 现在重围 以至于内无粮草 外无救兵 才引起如此的惨败 杨六郎在旁边一听 大人 潘仁美说的并非之实 当初我父子在潘仁帅 帐下听用 敌军众多 我爹爹主张 幼敌深入 扶兵千命 靠叫潘仁美 历领我们父子 出兵交战 敌兵诈败 我爹爹不追 就被潘仁美 重责了四十军 并且说 拿把了耶律谢真的人头 就休想回应 逼得我们父子 只有穷追不放 追到两郎山 才中了寒肠的埋伏 我七弟 突围半兵 盼人没做事不救 最后逼得无谦送军 舍死突围呀 我爹爹突围不成 盼死在寿庙前 礼礼碑下 嗯 潘仁美 杨六郎所说的话 是真的吗 盼人没说 大人 杨六郎是颠倒黑白 一派胡言 杨继夜被捆重围 本帅并不知道 杨继郎倒在我的中军帐 声言有杀帅夺权 我才把他射死 等到本帅吊起人马 赶到两郎山的时候 那杨继夜已经不知下落了 他说杨继夜胖死李丁碑 可我听人说 杨继夜被北国给生擒活捉 我看这还是真的 不然的话 为什么李丁碑前没有他的死尸呢 杨六郎听到这里 在旁边气得浑身上下 直哆嗦 于是大人 我爹爹的死尸 我亲眼得见 是我用他的帐袍 把他盖上的 为了突围 我没有来得及掩埋呀 这也可能被北国人 把尸体给劫走了 嗯 陶传说 这个事情可就不好说了 他说被北国人生擒了 你说在李临碑碰死了 你们两个一定是有一个说谎话的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杨六郎我问你 你爹爹在两郎山被困了有多少天呢 刘狼说 约有十天左右 朋友们 我问你 杨基耶被困你知道不知道 嗯 本水不知 杨基耶是什么官 哦 他是先锋官 那是你管着他呀 还是他管着你呀 啊 当然在我帐下听用 既然是在你帐下听用 这五郎人毛被困了十天 你怎么不管你 盘仁美说 哦 那梁棱山里我营地教员 本水还没有一时打听清楚 那杨七郎不是来帮兵了吗 见到杨七郎你就应该知道了 为什么还不发兵 作为军中的元帅 这不是做事不咎吗 盘仁美一听 哎呀 今儿个这案 也没向着我问呢 那小女儿啊 你这钱得少了吧 阿大人 后来我虽然知道杨基耶被围 但是要解他的称围 需要重新调集队伍 等我把队伍调集之后 再到梁棱山 他已经全军百溃了 碰上你 老林公被北国人生情和尊 你这是听人说的 还是青阳所见呢 我是听人说的 你是听谁说的 啊 我是听从梁郎山里面突围出来的冰族们说的 那一个冰族 他在那里说的 啊 那个冰族他现在没在东京 在边关呢 正说到这儿 就看堂下厅堂的人群当中 有人喊着 大人 我给做招 人群里边走出俩人来 看这两个人呢 头戴粘粒 身穿便服 脚下是薄底靴子 一个长得是姜黄脸短鼻子 本来是男的 走起路了像女的一样扭扭捏捏 另一个呢 长得是多了脸蛋 小啼啼嘴 还有个薄嘴唇 俩人来到堂上 双膝跪下 大人 小人呢 给大人叩头 你们两个是哪里的 小人是东京汴梁人士 曾经跟随老令公 被困在两郎山湖口 交洋域 我们两个说辞妄伤 突出重围 找不着潘元帅了 我们就回家来了 当时我们突围的时候 小人是亲眼目睹啊 今儿个看您在这 问案问到这儿了 所以我们两个才冒昧的 闯上堂来 特来登堂 作证 哦 你们是来作证的 本来按说 这么直接上堂 作证是不行的 可是你来了呢 我就问问你们两个 是杨基岳手下的什么兵啊 我们俩都是步兵 听差在先锋营火子号 第一旁 嗯 我问你 老令公出围 你看到老令公的下落了吗 回答人 小人看见了 老令公脱围的时候 那被外国的人马就以团团围住了 我们哥两个为了保护老将军 不离令公的马前马后 后来老令公在征战之中 累得是窥歪假邪 带朗抛松 满脸是害 就在这个时候 扑通的一声 老令公的战马就倒了 中了人家的半马锁了 北国人用脑钩套锁搭住了老令公 把他绳捆缩绑起来 推着走了 我们哥俩一看 主将都被拿住了 你说我们还有打个什么劲 只好拼着命的望外冲 冲出来之后 总算死里逃山 我们两个 这就逃回到东京 这就是我们哥两个亲眼所见 嗯 口准一听 要令老 这他们两个所说 你说你爹爹碰撕里灵杯 这是假的 令老说大人 这两个人是不是我先锋迎当兵的 我可不认识他们 但他们两个所说的话 完全是编造 请大人明察 杨雁昭 你怎么能证实他们是编造的呢 大人 两栏山突围出来的人 虽然不多 但是恐怕也不能只是他们两个呀 您可以到边关再找别人问一问 后准看了看这两个证人 你们两个家住那里姓子名谁呀 我们俩家住东京汉梁 康洛大街人一胡同 我姓延 我叫延恩 他姓牛 叫牛连菊 嗯 好吧 你们两个先下去 以后还要找你 说大人 两人下堂了 堂上科 杨六郎 给气坏 潘仁美呢 非常得意 潘仁美心想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这两个人助了我一绑之力呀 靠准说杨压招 那杨七郎到底是怎么死的 燕昭说大人 被潘仁美陷害而死 潘仁美说不对 是他有杀帅夺权 六郎说不对 是你潘仁美先说不发救兵 惹闹我七弟 才说出这种过际严寸 你抓住把柄 把他乱箭射死 把我七弟绑在白痴高杆 你射了一百零三箭 七十二颗透心凋零 你是想着当初我七弟 天气妙打死潘暴之仇 不然的话你怎么能这么心狠 嗯 潘仁美说杨六郎 你纯粹是胡说 那射了一百零三箭 我就射了他三箭 潘仁美心想你死是我 早扔到黑水盒里了 这这早烂了 你往哪找去 不对 潘仁美 你分明是射了一百零三箭 嗯 就是三箭 口准一听好了好了好了 你说是这个样子 他说是那个样子 有的你看见了 有的他看见了 我口准什么也没看见 今天你们两个所说的话 我口准不可不信 也不可全信 你要说七郎死了一百零三箭 你得把死尸拉来 你要拉不来死尸 那怎么能证明呢 杨六郎心想配鞋 下边过拿盘人美的时候 曾经说过杨正邦随后就把死尸给送来 到现在为什么也没送来呢 六郎心想啊 干脆我明都自己去取死尸去 六郎想到这儿 口准呢 在大堂之上一排金堂木 惊巧 这个傲子就问到这里了 退堂 问到这儿他退堂了 口准为什么退堂啊 他一看潘仰两家的官司确实有点麻烦 坐在东京审问边关所发生的事情 证据不全 难免要有差错 口准心想 要想把这个官司问清楚 得把边关有关的人证物证都得调回来 想到这儿 他退堂之后 吩咐人一顺腰 坐着觉就来到了五朝门外 五朝门外下了叫 他上殿了 来到金殿之上 参见吴皇旺岁旺岁 成寇总监家 这只宋太宗见了寇总监也比较客气 为什么 这是审问潘仰的御史 靠外卿 潘仰两家的安子 审问他怎么样了 吴皇旺岁旺岁 潘仰两家的安子 现在是葡萄瓣豆腐啊 一堵一块的 这不清楚了 他说他有理 他说他有理 靠外卿 那你应该怎么办呢 茂碎 有些个人正物正不在呀 这个案子他不容易问清楚 要想问清楚这个案子 那得把边关的一些个人 调回东京边凉 万岁说要调什么人呢 那你像什么成林啊 柴杠啊 那抢说什么人就得调什么人了 要不就没有个审明的日子了 哎呀 靠外卿啊 昨天正还接到边关的奏折 他说边关军情紧张 韩长有调集队伍 侵犯边界 边关中将是一个也不能调离呀 难道他们不回来 这潘仰的案子 你就问不清了吗 茂碎 我看他们要是不回来呀 那就我亲自去一趟吧 靠外卿 死去边关山高路远呢 你不太辛苦了吗 万岁 这算不了什么 我的下口线呢 我成天走 为了把潘仰的光色审清 微臣就去累穿筋骨也心甘情愿 万岁 您给我一刀圣纸吧 我这叫峰纸下边关 插访潘仰两家的案情 万岁一听说 好 估给你写圣纸一道 多带一些人马路上 要多加小心 扣准说望岁 那你尽管放心 我在下口线 走黑道都没有人接我 他都因为知道我们有钱呢 用不着再多了人马 有几个随从人意就行了 宋太宗当时写了一刀圣纸 交给了扣准 扣准接着走下经殿 回到御师傅 准备动身下边关查访 宋太宗呢 退殿之后 走到了封宫楼 正赶上潘娘娘在这 跪接圣驾 这两天 正宫娘娘潘月英 天天打听御师傅的情况 皇上一回来 总得要问问 潘娘两家的官司 潘月英这两天 对皇上显得格外的 那么殷勤 那么热乎 万岁 臣接驾 皇上一范 潘月英来了 好吧 百嫁 昭阳正渊 万岁来到了昭阳正渊 进宫里边坐下之后 旁边的宫我献上查来 娘娘一转身 这就问上 万岁 御师傅新来的这个御史 我听说是问暗如神 这两天 潘阳两家的官司 一定有了头绪了吧 哎 与其啊 别看他在下口 先当一个县令 审问过一些民事案件 有些个办法 现在问起潘阳之事来 我看他也有点 疏手无策呀 万岁 那能啊 他审过葫芦 问过黄瓜 打过城荒 掏过土地 有那么多办法 怎么会疏手无策呢 哎 今天在电上他跟我说了 他说攀阳到暗姿 一事也神力不清 这不是吧 逃了一道生殖 他要到边关去自己查房 哦 他要去自己查房 娘娘听到这句话之后 那脸色一变 这个变化很微小 别人可没发现 马上又乐了 万岁 那您让他去了吗 哦 生旨都已经给他了 可能一半天即将动身 王上这几句话 攀娘娘的心里边 转了又六十多个热 怎么回事 这两天 攀阳美的老婆 也就是攀娘娘的母亲 上宫里边来两回了 哭哭啼啼 别跟一拔累一把 让潘娘娘给他爹爹打点官司 潘娘娘呢 真没少花心血 先是让太监张九成给扣准送礼 接着又派两个小太监 接着去听堂 这老太监张九成啊 为了给娘娘打流须 帮着娘娘出主意 张九成就说了 您哪 光给扣准送钱送东西 这还不行 您得想法子把这案子 按照潘元帅所说的那个词 给他搅乱了 娘娘说那怎么办呢 张九成就给娘娘出了个主意 花钱买通了两个逃兵 愣让他冒充是杨继月的部下 充当贾政人 去陷害杨绿郎 今儿上堂那俩小子 就是娘娘花钱给买通的 当然了 这两个小子和潘仁美私下 把前敌两郎山的情况 也沟通了一下 这就是娘娘一听说扣准 要下边关查访 当时就是以机灵 因为他没想到扣准 审问潘阳两家的案子 能付出这么大的辛苦 同时刚才听两个小太监回来说呀 大堂上扣准问案 没看出来向着潘元帅 娘娘心想 啊 这一定是南清宫给他送的厚礼了 比我送的早 比我送的多 所以我这份礼没打动他 如果扣准真要下边关查访 再把这两个假政人的事给查出来 这事可就麻烦了 所以娘娘心里边没主意了 送太宗晚饭之后 到寿宁宫去办公去了 趁这功夫 娘娘把张九成找来 把他刚从皇上那听来的这个消息 就跟张九成一说 你看这事得怎么办呢 如果扣准真要下边关的话 查出来 咱们可就不好说话了 张九成一听 把眼睛一拽 娘娘 这事就得这么办 他滴滴的声音在娘娘的耳朵那嘀咕了几句 您说这个办法行吗 娘娘琢磨了琢磨把牙一咬 嗯 那也只好如此了 张九成啊 马上外边给我准备奉年 我到潘元帅府去一趟 说奴备遵命 天都快黑了 潘娘娘坐着奉年 奔潘人面的府来了 来到府门外 家丁望里边一通名 说娘娘千岁驾到 潘夫人一听 马上到外边迎接 别看是母女俩 首先得爱君臣国礼 这位是娘娘 这位是陈妻 潘夫人一见娘娘 先给娘娘见礼 娘娘千岁 陈妻结嫁 娘娘说老人家平身吧 让到客厅里头 娘娘转过身来 又给潘夫人见礼 女儿参见母亲 孩子 起来吧 孩子 你爹 你哥哥 都在御师府里压着 娘的心我都醉了 怎么样啊 这让天的官司 有点眉目了吗 娘啊 您别哭 今天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 新上任的西台御师扣准 最近打算去边关查访 我想他真要一去边关 恐怕和老杨家的事 那就不好包藏了 这个扣准能付出这么大的辛苦 说不定的贪了老杨家 或者是贪了八千岁 多少钱呢 潘氏一听 潘氏一听 喊嚷 那他真要去了那可怎么办呢 娘啊 您别害怕 今天我就是为这事到咱们府里 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咱们府里头 不是有位教师爷叫潘松吗 对呀 有这么一个人 您对他怎么样 咱们对他那是挺好啊 当年你兄弟攀抱就是跟他学的武术 天奇妙利类不是被杨奇狼给打死了吗 他还想要找杨奇狼给你兄弟报仇呢 后来呀也一直没有找着机会 嗯 这个人靠得住吗 靠得住 那是咱们的人呐 这个人本事怎么样 那本事不小啊 那在练武术的行里面还有个名呢 外号叫什么铁背金刚 哦 娘啊 要这样的话 您把这潘松给我找来行吗 好吧 来呀 快把潘松叫这来 去不多时 就听外边脚步声响 犹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 这个人身高有八尺开外 长得千穷宽背板后 窥舞结实 四方脸 紫微微的脸色 一双大眼睛 这眼珠是黄的 鸡里咕噜乱转 像俩铜铃当一样 啪啪鼻子 和皮的圈 后嘴唇 大嘴叉 一嘴板牙 连斌乐腮 黄压压的一部胡子 好像活鸟的山羊毛 这人的脸呢 你看完了之后 总给人一种 别扭的感觉 你得仔细端下 一会儿才会发现 感情他没长眉毛 眼眶的上头是俩肉领子 头戴青色状帽 身穿青色线衣 刀当滚枯 抓紧过快靴 腰扎以巴掌困的 四栏袋 双锤灯笼村 来到大厅一礼 一看见娘娘是双膝跪倒 小人潘宋 看见娘娘千岁 千千岁 潘宋啊 免礼平身 旁边坐下 谢谢娘娘 来呀 给她看茶 丫方给打了一杯茶 端过来 潘宋端着茶杯心想 哎呀 就是个这怎么了 娘娘怎么还专门召见我呢 对我还这么客气 有什么事呢 娘娘看了看左右 没有什么事 你们先都出去吧 是 公务室女家丁丫鬟 全退到大厅外去 这屋子里边 就是你娘娘和潘宋 再加上潘氏老夫人 三个人 潘宋啊 你进潘府多少年了 回娘娘的话 小人是十九岁进潘府 今年已经四十二岁了 娘娘千岁 你还记得吧 在你没进宫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潘府了 嗯 潘宋啊 这些年来在潘府 潘元帅的老夫人 对你怎么样啊 哎呀 娘娘千岁 我在潘府 主人对我是十分器重 虽然 我是一个当教师的 无非是护肤愿乐 可是主人对我 真的好比重生父母 再造地娘 我真是感恩戴德 无以为报啊 所以 我把我原来的姓都改了 我叫潘宋 原来我姓郭 叫郭宋啊 这叫母随主姓 嗯 潘宋啊 现在潘元帅贪了官司了 你知道吗 小人我知道 知道我也是在这干招机啊 从古之今 有多少异谱救主 可是今天 我潘宋仰看着潘元帅背神 却是束手无策 柔尽我也使不上啊 潘宋啊 真要现在让你替潘元帅出点力 你能行吗 哎呀 娘娘千岁 这要是你吩咐下来 我潘宋赴唐灯火在所不存 嗯 这是真的吗 娘娘千岁 潘宋 我要说半点谎话 天助地灭 好吧 潘宋 现在我告诉你 新任的西台御史 神里潘娘的案子 他向着老杨家 最近一二天 他要到边关去查访 你如果真正感激潘家对你的恩情 愿意做一名异谱的话 你就想办法在靠准去边关的中途路上 把他给我杀死